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代表 博克论法国革命 Edmo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这一系列的影片是要逐字逐句讲解 《论法国革命》这本书的原文 关于本书陈述的原因 可以参见第一篇序言的影片 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就是第一封信的开头 不过我们还是稍微简介一下 法国革命刚爆发的时候 有一个来自巴黎的年轻人写信询问博克意见 那博克写第一封信的时候 已经是1789年的10月 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什么事了呢 5月的时候三级会议召开 第三阶级不满 后来自己成立了国民会议 发布了网球长宣言 7月的时候巴黎暴动 攻陷了巴斯蒂尔城堡监狱利三色旗 群众开始暴动 贵族开始流亡 到了8月 国民会议制定了人权宣言 那我们可以用接下来这几张图 简单的讲一下 第一张 这就是三级会议的状况 第一阶级跟第二阶级 联合起来 2比1 所以第三阶级不满 自己跑到了附近的网球场 成立了国民会议 这是网球长宣言 接下来巴黎发生的暴动 攻进了巴斯蒂尔监狱利三色旗 就是人权宣言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封信 就是这位巴黎的年轻人来信 想要知道伯克的意见 在讲解今天的内容之前 需要先知道一些历史背景 这位年轻人写信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本来认为伯克应该是支持法国革命的 为什么 因为伯克一直以来都表现的是一个开明 主张自由的知识分子 伯克支持美国的独立 可以这样子说 伯克同时是英国两党政治里面 它是会格党的 而会格党一般被认为是比较支持自由主义的政党 从英国的光荣革命以来 那会格党就有这样子的形象 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这个年轻人来信 想要知道伯克的意见 而他假设伯克应该是支持法国革命的 没想到伯克表达了他的忧虑 或甚至是反对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书吧 首先要先讲的就是伯克的英文 或他的思想真的是非常的高明 所以如果翻译有所不当的话 请见谅 伯克的英文跟他的思想的这种高深精湛 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很惭愧 甚至觉得后代英国人是不孝子孙了 如果你想要看原书的话 其实现在网路上都很容易找到原文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版权了 我在影片下方说 明页也会附一个网址 让大家可以下载 所以不一定要看得那么辛苦 好 说亲爱的先生 你再度来信 我很高兴 那你来信的时候 有一点急切 你急切地想要知道 我对于最近法国发生事情的想法 第二句话 I will not give you reason to imagine that I think my sentiments of such value as to wish myself to be solicited about them 这句话就有点高级了 他的意思是说 I will not give you reason to imagine 他说我不会跟你说明理由 说明什么理由呢 就是我认为我的想法 有这种价值 有价值到需要跟你说 那是什么吗 其实这是表达谦虚啊 意思是说 我认为我的想法感受 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到需要这样子跟你说 所以接下去他就说啦 they are 这个they就是那个 他的想法 my sentiments they are of too little consequence to be very anxiously either communicated or withheld 这句话 也很高级 consequence 结果 或者说重要性吧 他就说我的想法感受 重要性太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呢 too little to be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非常急切的 加以交流 但同时也没有必要非常急切的 自我克制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暗示了几个意思 这个交流 一方面暗示说我的意见没有那么有价值 你不用那么急切的想要知道 同时他的交流的意思也有表示 我的意见没有那么有价值 我也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让别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非常急切想要知道的话 我也没有理由非常急切或忧虑的自我克制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指 我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值得讲 但是我也不会像别人一样 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可开口的 事无不可对的人言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我也不会不跟你说 我不会withheld 怎么样 难不难 好 再来 It was from attention to you and to you only that I hesitated at the time when you first decided to receive them 他说呢 因为我出自于对你的关心 对你个人的关心 所以当你第一次表达 你想要知道我的想法的时候呢 我犹豫了 In the first late letter I had the honor to write to you and which at length I sent Sent I wrote neither for nor from and its description of men nor shall I in this 这还是很难 他说 在第一封信里面 我很有荣幸 写了信给你 写了不短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 也并不是出自 neither for nor from 再来 any description of men description of men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是出自于 某种立场 这个man就是人嘛 就是我不是出自于某种立场 我不是为了某种立场而讲话 我也不是出自某种立场而讲话 nor shall I in this 我之后也不会这样 他说我不是出自某一种立场 为了某一种目的而这样做 未来我也不会 my errors if any are my own 如果我有任何错的话 我的错就是我自己的 这就是指自我负责 但是讲得很优美 my reputation alone is to answer for them 这个them就是指my errors 他的我的名声 跟我的错误是相应的 意思就是说我有错的话 我名声就会受损 我如果没错的话 那你就知道my reputation是什么了吧 好 接下来 You see sir by the long letter I have transmitted to you that though I do most heartly wish that France may be animated by a spirit of rational liberty and that I think you bowed in all honest policy to provide a permanent body in which that spirit may reside and an effectual organ by which it may act it is my misfortune to entertain great doubts concerning several material points in your late transactions 所以中间都是斗点 这是一句话 啊 这种 这种东西大概这阵子就是 英国人比较会写 就算 我就算读了东西写不出来 You see 他说 所以你知道吧 先生 在我写给你的那封长信里面 我要表达了什么 though 虽然我确实诚心 heartly 我诚心诚意的期望 法国可以 受到一种什么精神呢 spirit of rational liberty rational liberty 理性的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 指 人皆生而有理性 因为人人皆有理性 所以我们应该给人自由 人就可以有自由 来依据自己的理性做事情 这是启蒙运动的 理性主义思想 后来延伸到法国革命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berg表示他也支持这个 那berg不是保守主义者吗 他为什么支持理性自由 其实 保守主义并不反对理性 保守主义也不反对自由 那 保守主义支持理性 保守主义支持自由 但是 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者的不同 就在于 保守主义者知道 人皆有理性 但人人理性高低能力不同 既然人人理性高低能力不同 理性能力越高的人 越应当可以得到自由 而理性能力比较低的人 就 最好不要得到太多自由 而自由主义者假设 人人理性都是一样的 所以人人都应该得到 同等的自由 呃 直白地说 那个就是 睁眼说瞎话 所以 berg是表示 理想上 我也希望如此 但我认为实际上 这很困难 所以他说 虽然我诚信地希望 法国可以受到理性 自由精神的 什么 animating 就是贯注 生命活力 然后呢 我认为 I think you bowed in all-honest policy 这里的you呢 是指对方嘛 那对方是法国人 所以在这里 这个时候 这个you其实就在代指说 我认为法国人应该怎么样 他是认为 法国人应该出自一种 诚心诚意的 政策 其实就是指诚实的为证 为这种精神 提供一个permanent body 这又是什么意思 body是指什么 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里的对应 body对的是spirit 所以spirit是精神 body就是物质 spirit是 是理想 body就是指现实 所以你理想 是一种原则 是一种精神 那你这个body 就是现实的 物质的条件 例如说是体制 例如说是法规 例如说是政府 这些就是广义的body 那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这种了不起的理想 你应该要为这种了不起的理想 提供一个可以长治久安 长久permanent的现实条件 an effectual organ by which it may act 这是一样的修辞 这里的effectual organ 其实就是permanent body 那保守主义者会讲organ 这个词 因为保守主义者认为 保守主义者认为 这个宇宙是有生命的 所以organ是那种组织 是那种生物性的组织 保守主义者不喜欢 机械性的东西 像mechanism 所以他们用organ 那这个意思跟前句是一样的 那他的结论是说 It is my misfortune to entertain great doubts concern Instagram material points in your late transactions 他说对于你们最近发生的 这件事情呢 我很不幸的 有很大的疑虑 我对于哪一些东西有疑虑呢 他这里说material points 你看这边三个词嘛 body, organ, material 其实这个是同性质的 他的意思是要说 如果你要说那个理想 rational liberty 他不反对 他是支持 这个理想是对的 问题是在于 他对于他认为现实上 很值得质疑 所以他说这叫material points 好 下一段 you imagined when I wrote last 讲错了 when you wrote last that I might possibly be reckoned among the approvers of certain proceedings in France from the solemn public seal of sanctions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two clubs of gentlemen in London called the constitutional society and the revolution society 现在不快要讲是说 你想象 当你上一次写进来的时候 你想象 我可能是支持法国发生这些 就是法国革命这些事情的支持者 你认为我可能是支持者 那因为呢 这些事情在伦敦的一些社团里面 已经获得了一种公开的认可 赞同 那这些社团呢 有一个叫做constitutional society 就叫立宪会 the revolution society 这个是革命会 好 所以伯克要解释的就是 他是不是 这样子的人 我们看下一段 那下一段 其实有点长 所以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这是同一段 他说 I certainly have the honor to belong to more clubs than one in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kingdom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re held in high reverence and I record myself among the most forward in my zeal for maintaining that constitution and those principles in their utmost purity and vaguer 他说 我确实有荣幸 可以归属于 不止一个这种社团 那他的意思好像是 在暗示说 他是 或者是 他可能是 其中一员 那 他在解释为什么 他说 因为这些社团呢 对于 constitution of this kingdom 那就是英国的宪法 但是其实 如果高中公民都有教嘛 英国有没有宪法 英国的宪法叫做 不成文宪法 什么叫做不成文宪法 其实就是没有 没有一本书 没有字 所以其实 当我们讲 constitutional of this kingdom 的时候 我比较会直接说 这个叫做 英国的立国精神 他的立国精神 就是他的宪法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种传统 这是一种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的道理 甚至你可以说是天道 另外一个东西叫 the principles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 确立了英国的一个改革传统 那他实际上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个理性 务实的绅士态度 没有真的把国王杀死 然后整体而言是精英统治 你可以解释光荣革命是自由主义的传统 但是在Burke看来 光荣革命并不违反 保守主义的精神 大概是这样子 那伯克说 I recommend myself among the most forward in my zeal for 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those principles in their utmost purity and vigor 他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我确实充满了 动力 热情 我很积极 要维持我们的立国精神 以及光荣革命的这些原则 我要保持他们的纯粹性 还有动能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更认为我必须自我表达 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 There should be no mistake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要批判了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memory of our revolution and those who are attached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kingdom will take good care how they are involved with persons who under the pretext of zeal toward the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 too frequently wander from their true principles and are ready on every occasion to depart from the firm but cautious and deliberate spirit which produced the one and which presides in the other 他说凡是重视 the memory 其实memory就是指传统 你有这个记忆 你有这个传统 那些重视我们革命传统 英国革命传统 但是其实英国革命传统 就是比较是渐进改革的 反正你重视英国革命传统的那些人 还有那些遵律英国立国精神的那些人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谨慎 谨慎什么呢 你跟某一种人接触的时候要谨慎 是哪一种人 就是那种 以支持革命或支持宪法立国精神 为理由的人 这个书名是什么 就是说你真正重视传统的人 对于把革命拿来当作理由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看待 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种人 too frequently wonder from their true principles and are ready on every occasion to depart from the firm but cautious and deliberate 他说因为这些人 经常都前后不一啊 后来的表现都离开他们当初讲的那种 了不起的理想 而且他们其实是投机的 他们随时在任何状况之下 都会离开那个 本来应该是稳定谨慎的理想精神 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呢 produce the one and which presides in the other 那个意思大概就是指说 他们就一下子这样 他们就一下子那样 他说革命分子有这种问题 够不够诚实 够不够犀利 就是指 很多人搞政治的时候 喊出了一种口号 你如果只看那个口号 你真的觉得他讲的对啊 我们应该要支持 那你继续观察下去 你整体而言就会发现 你去读历史你就会发现 人类历史上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这些前后的表现是什么 但现在不能深论 现在是在讲解原文 我只在说 Buck的意思是指什么 他的意思是 一个真正重视理想的人 在面对那些 在面对那些把理想当成借口 当成托词的人 一定要谨慎看待 不要轻易相信 好 最后 Buffer I proceed 回答你信件里面提出一些 比较具体的细节的问题 之前我要back leave back leave 这个意思在英国 就是因为贵族政治嘛 所以我请求离开 那你就说我可以离开了吗 那你就要对方的 同意嘛所以back leave的意思 就是说我希望你 能够同意我这样子做 那我希望你可以 同意我 告诉你以下的资讯 那就是 我知道这两个 clubs和社团吧 是 支持 干涉 法国 的问题 那backer就是要首先跟对方 保证我不是 我从来就 不是 这种社团的一份子 所以 从backer的表现 其实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就是这个人 从以前到现在 看起来好像都是在支持 英国的改革 好像是在支持自由主义 突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backer的本色出现 他并不是前后不一 虽然很多人 可能以为他前后不一 或者 不能了解 为什么他支持美洲独立 美国独立 却反对法国大革命 但其实backer是始终如一的 如果你读下去 你就会发现 他为什么始终如一 所以他在这里事先表示 我并不支持法国大革命 好 那就先讲到这篇 拜拜 拜拜